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向军方发表演讲时强调 法国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决心 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变化 马克龙还表示目前的局势下 法国需要做出新的调整来应对挑战 这包括改变2025年的军事计划 两项新法规出台之后 政府把军事预算增加了一倍 此外马克龙再次强调 法国不寻求冲突升级 没有直接和俄罗斯开战的意图